大家好 我是莫格斯 今天就玩熊大王國 那這次又有新活動了嗎?沒有 第七天我們可以... 又重置了 因為禮拜一嗎? 不是啦 今天是禮拜幾去了 今天已經禮拜二了 今天呢 莫格斯要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 就是這個 你可以除草 通常除草你可以先從小塊開始除 然後它會越來越便宜這樣 不是啦 從小的開始除 這個大家一定要記得喔 不要浪費時間沒有除喔 所以你們盡量把你們的草出完 那之後 錢夠多的時候再去除大顆的 再去除大叔叔齁 好友人叫好友了 我的天 這邊全部淋起來齁 好 這邊可以再加一下好友 兩位 好 今天收到兩位好邀請 我的ID是 T100004DDY 我們看一下最新的公告 唉唷 開啟所謂的故事挑戰模式 3月12到4月4號 如果你通過Special Stage的話 你可以沒有紅寶石大禮 所以將故事模式的第一章節 Special Stage通過的話 你就可以完成囉 好 那可以說所謂的紅寶石 所以這邊有3月12到4月4號的一個登場 那過完獎勵你就有這些獎勵 好 那有這些 哇 所以這次的改版 新增了所謂的這個 故事挑戰模式的活動喔 算是非常大的一波的改版 再來我們點擊這邊呢 可以升級你的建築物 然後這邊啊 升級它之後呢 我們就繼續把這邊都升一升嘛 那這樣都可以提升你的產量跟效能 那卡片的部分的話 就是進去卡片裡面升 好 那今天跟大家那個活動 還有這個一隻角色的實戰 那在實戰之前呢 我們先來買一下東西 把現在抽一下東西喔 啊 其實鑽石其實我都捨不得花耶 你們覺得鑽石要用在哪邊 所以它剩我們好多張券喔 我的天啊 那當然 我覺得隊員卡片最好啦 誰都要隊員卡片嘛 我們當然也都覺得隊員卡片最好 那就可以去把它抽完 前面會很便宜啊 會越來越貴這樣 所以 老實說這個機制就是 就是 你花越多的券去 就是會越來越貴這樣子 所以你可以 我是覺得可以慢慢來 那大家最想要的應該也是升級自己的角色啦 因為是我要6等10 我才可以解鎖下一隻角色的意思就對了 好 那今天我要跟各位介紹的是 魔法兔兔 但我先跟各位建議一下你也不要急著抽啊 因為你等級不過是還不能開啟好卡的 然後 我們今天來 巨大殺力實戰 巨人殺力實戰 那 近距離低速 那下面有他需要注意的建築物 給大家看一下喔 就夠注意 好 那我們就直接實戰囉 哇 這邊有全新的挑戰任務是不是 欸 這本來就有了吧 好 那有所謂的防衛活動 你一樣可以看你有沒有被打這樣子 好吧 我們今天就把主線任務都解我解解了 來來來 我們穩到這邊喔 來 我們繼續取找對手 喔 STAR 這邊喔 一樣是攻塔 要選擇自己的位置喔 這是哪一國的玩家啊 好 選擇一個位置切進去喔 這邊 各位 盡量不要選錯位置喔 好 那我們今天是巨人殺力熊大 可是巨人現在一次就是朽勝水 一次就是九個聖水 所以 有跟大家介紹 巨人殺力他是一隻很 很坦的坦克啊 但是你放出來絕對是有優勢的喔 欸 畢竟他很坦嘛齁 所以給大家看一下他實戰的樣子 也是非常酷炫 那一次就是九個聖水 九個聖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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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喔 非常帥喔 這樣就贏了 欸 他超可愛的 好吧 獲勝就會就可以再開一下獎勵 我們就可以繼續攻略下一關這樣 好 再繼續 喔 這裡好多隻喔 喔 我們升階了 這樣也可以開一些寶箱 好 那升階了之後呢 我們是不是可以又開啟一些新建築物了 其實應該是等級要提升啊 我看一下 我覺得應該是等級要提升才算是吧 喔 對 哇 所以我們要升級 必須要強化我們的卡片 我們才可以升級 這跟跑江一樣喔 所以 恩 喔 對 所以 喔 そうですね 所以今天各位觀眾先把自己的卡片升一下 然後那個不夠的時候你可以抽魔法卡嘛 那主要就是這個重點 月光速 有沒有 你把它解鎖之後 你就可以升 解鎖所謂的新卡片 有新卡片之後你就可以買了 所以它會自己跳出來就對了 哇 我覺得這個資訊還蠻重要的喔 哇 所以各位觀眾啊 如果你們前期要升級的話 你們就必須要把你們的卡片練到滿等 把卡片都抽光喔 那可以看到這個越來越貴啊 一個就是 750 所以先省點錢了 不一定要用光 啊 商店 這個喔 它會越抽越貴啦 啊 基本上 我還是建議平均分配啊 因為 越抽越貴嘛 你們可以先抽到10看看 因為這次如果你要提升等級的話 打光卡 啊 不然就是升級你的卡片嘛對不對 啊 我們就是可以平均升好升嘛 反正官方送我們一些扭蛋券嘛 你可以順便把它再抽一抽 喔 有沒有 像這樣有沒有 好 那我們既然都抽到10了 就是不要殺太大喔 那這邊啊 你就可以升級 啊 升級時候其實你就可以得到一些不少的經驗值喔 那升級也沒有很貴啊 你看這一下就7575這樣 算是 嗯 不會扣很兇這樣 那每個會提升月光石的產量啊 或是什麼 然後這個啊 也可以一起升一下 但你塔越兇你就越容易收塔嘛 好 所以這個需要升級的方法是要透過所謂的 強化 這個大家要記起來囉 現在沒有月光石了 所以 喔 那對啊 同時你的月光石也要多啦 不是說你 你這樣就可以了 還是 嗯 同時你的月光石的數量也是好多 好 再來我們下一關 然後我們再繼續打一場主線 然後一樣重點就是放巨人沙利 來囉 哇 它佈置得太近了吧 我覺得我們可以從 正面 正面 從正面 我們注意喔 我們都放9就好了 用巨人沙利就沒問題 你先要夠彈嗎 我們今天就用巨人沙利來實戰這樣 不是 它躺不太多 我們撞太多陷阱了 好險這邊有小隻的森林在幫我們 誒 這是有人幫我們打的意思嗎 誒 發現巨人沙利沒什麼輸出耶 它只有坦度而已 但是你們要輸出的話 你們必須要依賴狗的弓箭手 所以一個隊友裡面記得 坦克也是不用太多 但是它實戰樣子就是這樣 有落盾而已啊 所以你後面一定要有弓箭手去幫你射 那最後呢 我們去一下我們好友的建築物來介紹一下 就結束今天這一集 來囉 等一等喔 我們今天來介紹迷你小肥的好不好 可愛甜猛的其實也不錯 我們先看一下迷你小肥的 你們可以交好友 我就是輪流喔 輪流看 好 那這個是它的陣影給大家看一下就好 所以它把水路放在外面耶 我覺得算是蠻猛的 所以這遊戲的村路還蠻大的耶 你看 一個圓 其實它用到的差不多才 才50%而已 另外10%可以放東西 好啦 喜歡這影片的話請幫我點個喜歡 也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掰掰 好嗎 看到大家 好嗎 當然 ей